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扮送外卖啊 闯进了他这个店铺之后呢 他面对这个匪徒的威胁也可以想办法脱险 所以证明这个化妆师是很冷静的 那另外化妆师也是很机智 怎么说呢 他就想到了要替这个匪徒画了另一个通缉犯的样子 那到时候这个警察追到来的时候呢 也会把他给抓走 第三 化妆师很聪明 怎么说呢 他知道警方在追捕匪徒时 会知道那是他的杰作而来救他 就是会想到他画出来的这个这么厉害 画出另一个通缉犯的样子 就会想到一定是这一个很出名的化妆师就会想到要来救他 所以化妆师很冷静 机智和聪明 这就是我们要拥有的态度 那匪徒呢 我们来看看匪徒 当然匪徒就是很愚蠢的 怎么说呢 他被逮捕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对 最后他被警察逮捕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逮捕 即使他画了 他就认为他画了另一个样子 怎么还会被抓走呢 对 他很愚蠢 第二 匪徒自作聪明 怎么说呢 你看他自己说出自己逃狱 认为化妆师可以帮到他 那他告诉了这个化妆师自己逃狱 怎么还会有人帮他呢 所以他自作聪明 第三 他自以为是 他以为化了妆就不会被逮捕 没想到这个化妆师比他更聪明 化了另一个通缉犯的样子 所以这里就是我们对化妆师和匪徒的看法 那同学们还有另外的看法吗 好 你可以跟你的同学一起讨论 好 那这只是我们四年级华文单元22诸诗马迹教学 谢谢大家